国际法院就巴勒斯坦备占领土案发表咨询意见 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期待 明确认定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 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有义务立即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案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积极参与了法院的审理过程 提交书面意见并出庭做口头陈述 全面阐述了对重要国际法问题的立场 这些立场已经充分体现在 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中 我们将继续建设性参与国际法律事务 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国际法治进步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始终站在和平公道一边 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和人类良知一边 我们期待国际社会 以法院咨询意见为指导 为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解决 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 不懈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